我们现在已经组装好三只遮阳伞 那我现在就学电影里面的方法 抓着它 我们先从五米跳跳看 网红古阿末拿着三只大阳伞 要模仿电影情节 把阳伞当成降落伞 从五米高的跳水台实测 是否能平安降落 三 二 一 尽管降落速度稍稍慢了一点 但是大阳伞根本无法抵挡 一个成人的体重 先后试了几次 还挑战十米高跳水 经过阳伞半空中就开花 向外翻 人也因此受伤 好痛喔 我被打到 我被嘴打到 好脆耶 好大一块喔 很痛 他整个背撞到啊 又是红还是红红 会痛吗 女生因为臀部落水 左边黑青一块 而男生因为背部落水 整片看起来又红又肿 黑青一片 实验也证明 羊伞不能当降落伞 电影中的证物 纯属娱乐效果 千万别当真模仿 至于另一个网红滴妹 则是拍片拍出争议 就在网络上面找到了 超可爱的 角落生物的羊毛毡 总共六个角色 开箱角落生物的 手作材料包 亲手体验羊毛毡 和网友一起开箱 还办抽奖 不过却被网友发现 滴妹买的是盗版商品 我这边还有好几包 五包抽奖送你们 非常的大方 Yes 事后滴妹也在网络盗窃 说当初看到 没想太多就买 被网友提醒是盗版 立刻关掉了影片广告盈利 表示会再买正版的材料包 给大家抽奖 希望能够及时止血 品气功多 TVBS新闻成为红神奖乐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